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啊 台长你在神秘之夜有没有讲过今节要想讲的题目 当然有啦 很多年前 因为有人去过嘛 我们那个嘉宾旅程去过去过那个地方 复活岛 是不是? 因为复活岛不是复活岛 这个岛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因为它在智利的西面 西面 是很小岛 在岛上人口稀少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 但是有很多很高的石像 那些石像如果你挖开 其实是插在地上的 那些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起这些石像 也都怀疑之前这个地方有很多人 如果你没有人的话 那些石像怎么起呢? 是吧? 它又望去哪里呢? 所以到现在其实都是一个迷来的 那这个迷呢 是不是可以透过科学方法去解答呢? 那看看你想解答哪一部分 其实现在呢 这里我又要问台长 它那里有这么多石像 应该似乎曾几何时有人的活动 而且那里的人是有一定的器具去做一些东西 而且你做的石像 那石像是不会帮你生产更多的粮食的 似乎那些人是曾几何时有比较丰富的资源 然后令他们可以有东西吃 也都可以有一些的材料 以及有这样的人力去做这堆石像出来 但是现在似乎我们看来就很荒涼的 但是对于整个復活节島这个人类活动的历史故事 那其实以你所知是怎么样的? 一直都不是太知道的 但是呢 大家会知道呢 就是现在有个假说呢 就是在那个太平洋那里呢 由復活节島到台湾 一直是有些人是可以透过海洋坐船 是可以横跨他们 就是在一个岛跳在一个岛 一个岛跳在一个岛 可能这个岛不是人住的 但是呢 就有些人坐船过去做了石像 然后走了 然后就没落在那里 那你信不信 这个解释呢?我就不信了 但是呢 有人是做过一个很重要的行程 是做一个很简陋的船 应该是 我不记得是由智利一边坐船 就这样 没有风帆的 是一直不知道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是可以的 所以就证明了一件事 在很古代的时候呢 是有人坐船 是横跨这些岛序 可能是由台湾到智利的附近 这个附近都这么远的 是的 是的 这个又要结合另外一些地球气候的考证 就是当那个地球的海平面 不是好像今时今日这么高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看就好像一个个岛中间隔了很多水 但是在以前的眼中呢 就会没那么辛苦的 就是如果你数得再远早一点呢 譬如你由这个 就是由这个中南半岛 东南亚那边 过印尼那边呢 其实甚至乎有很多地方你走到去的 都不用说要去做船去飘过去 但是你越是往那个南太平洋方向呢 你跳到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 这样 所以呢 根据那个地质的考证呢 我们比较愿意相信 其实就真的由这个欧亚大陆 一直就退去那边 因为事实上 传统上是欧亚大陆那个人类的文明 是起源得比较早的 就是由这个人类的基因考证 我们知道那些人是基本上就由这个 就是欧亚大陆版块一路就向外扩散 就是开头就由非洲 现代智人出来 那跟着就一路去这个 今时今日的欧洲、亚洲的位置 那之后呢 其实也都看到有人呢 是可以由这个北欧 就是那里呢 就过去 现在今时今日加拿大那边 也都有人是能 有能力呢 就由那些西伯利亚那边呢 走个绿桥 就过这个百灵海峡 就去着这个今时今日阿拉斯加 和这个美洲大陆那边 而甚至乎呢 就在海路那边呢 就由东南亚一路就 不用一定跳岛 可能有水陆两用这样的方法呢 一路就向着 由西至东越向越远 到今时今日的澳洲的地方啊 巴布、新基内亚 再去到这些非制啊 湯家啊 甚至乎去到 再去到什么大溪地的社会群島那边 都有 是不是 那复制岛就是其中一堆 那其实甚至乎就是 刚才台长你也有说的 有些已经去了 这个美洲大陆的人呢 他由北美洲一路到南美洲那边呢 也都有人可以有能力 由智利那边呢 就去到 就是相反方向 那由东面向西面 就入太平洋呢 就去到这个富士岛附近的地方 那这些的说法 除了你说 大家用的船做的船 试试去不去之外呢 也都真的可以由基因层面的考证 去证实这件事情 是真的出现的 因为你看回 现在今时今日 就是那些 就是当地附近的那些这样的人 和他们的祖先 留下来的基因的证据呢 你就知道他们曾几何时 是由哪几批 就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人 来去混血 来去产生了出来的 所以呢 这些这样的说法呢 是有了这个DNA考证呢 就可以是做了很多事情 那么其中一个 我要讲一个很核心的故事呢 到今时今日讲的那些叫做 环保人士啊 或者人类学家很喜欢讲的一个说法 他说这个复活节岛呢 就是其中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说得很实的了 就是人类文明过度发展 不懂得和大自然和平共处 过度砍伐开发资源 就导致文明没落的结果 很喜欢用这个例子的 那么他们的故事是怎么说的呢 就是说 你那里这么多的石像 自然用很多人力物力 你人是不可能就纯粹没有起重机 你如果靠人找一些绳子去绑呢 是混不动这些东西的 那么其中一个比较容易的方法呢 就是斩树 将那些树一绵绵就好像车轮那样 铺在下面就一直拖着它轮着它过 然后就建了这么多的石像 你就可以统计一下 就是它总共要砍伐了多少树的资源 在那个岛里面呢 你没有可能由海外进入这些这样的树来的了 你只能够在那个岛本身的 木材资源那里去斩树 然后去运这些石像 那么有人就说了 就是说到似层层啊 就是一个故事这样讲的 那么上面呢 就不止一个部落的 它超过一个部落 大家都有一个习族传统就是呢 它建这些石像来去展示自己呢 是获得更加多上天的恩赐和祝福 而且建得越多呢 就觉得自己是越庞大越威 是代表着自己的能力 和得到上天眷顾的一个 可能一个正当性的意思 有天命的意思 那所以呢 就出现了一个竞赛 就大家呢 就斗斩树 斗起石像 最后就斩到什么都没有前 之后就大家呢 就文明活乐了 那由这个故事呢 就讲了 那么我们呢 就是地球人呢 就是其他地方的人 就不要重复这个复活节党上面的部落的故事了 那件事讲到似层层的 但是为什么《煞有介事》 要摆在《科学回忆》里面说呢 就是在这个礼拜的自然期刊 就是这个既是科学生之大 也都是在回忆某个文明 就是这个复活节党文明 那他就说了 这个故事完全是要被推翻的 复活节党上面没有曾经出现过一个自我毁灭 过度发展搞到走向衰亡的一个故事 没有出现过 而且这件事是由基因的证据那里证实了 是没有出现了这个阶段 所以呢 现在就特意放在那里 现在就看看传统的学界那里 就是人类学界那里那里怎么反应了 但是由基因证据那里呢 就说说没有这件事 加上讲讲那个历史呢 就因为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 那个文明毁灭论 就是用了国陆资源 那个应该就是一个很著名的 我不知道怎么说的 生产学家还是什么家 Jerry Diamond就在一本书 《Collapse》里面说的 是 是 是 他因为很红 所以大家一看那本书 他说的东西就是 他写了一本就叫 《槍炮病菌与钢铁》 《Gun germs and steel》 就很 就是他最出名的这本 但是你刚才说的《Collapse All》 又是很出名的一本 总之他很红 就另外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说横跨整个太平洋哥 就是一个 应该是挪威的冒险家 就现在大家看到这个 《Fourhead》 他就真的试过 在1947年就做了一只船 就应该在南美洲那边 就这样去 跨过这些岛 所以实际上 果然是维京人的后裔 这些 是实际上做了一样 但是他那个说法就是说 这些是在台平洋 这些Polinesian 就是说专航海这些族裔 其实是来自南美洲的白人 但是另外一个说的 近年很流行的就是 其实这些在太平洋 Polinesian 这些是来自台湾的 就是一东一西 这个争议就很有趣了 原来就是说大家的距离相差是整个太平洋那么远 所以今天有没有一个答案就是 如果我们用一个 为全项的方向 我们可不可以找到 知道是究竟 就是这班海上 在太平洋 这班 倒序的人 是来自哪里呢 那这个基因真的给了一个很确实的答案 是真的台湾那边多的 台湾菲律宾那边多的 那要记住啊 不要以为距离远的就一定是蝕水的 因为你会很多时候看那个气候 海流和风向的环境走不走 就是你由智利去这个复活节岛 直线距离是近过由台湾去很多的 但是问题是那里横跨的海峡里面 以它那个有限的装备 能不能够横跨一个这么风高浪急的海峡呢? 你从来不会听到有人去横跨印度洋的 因为印度洋的浪是瘋的 那里是没有陆地 没有遮掩没有党的浪是很瘋的 但是呢 你如果那里是有一些 譬如像太平洋那样 你如果找到一个地方 可以叫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气候 一路去过呢 其实这个机会反而是大的 所以现在我们基本上知道 譬如夏威夷那些人 你现在看到今天是叫做美国的熟地 但是其实它和美洲的渊源是差很远的 真的是夏威夷本身那里的人种 原原先才是由那些 由台湾菲律宾下去新基内耳 再突然之间无端端向上去的那些人 那条航路就比较难的 所以比较迟才看到 夏威夷那里有人是比较迟才出现的事 然后就是由基因那个比对分析 就是我们知道大部份的构成 就是由西向东 就是由波尼尼西亚 波尼尼西亚那些人一路过去 由智利那边去的都有 但是相对比较迟 和占那个百分比就会少很多 所以就会说 就是这里就是基因给了一个答案 以及你要直接说 就是说 那究竟在刚才讲的研究 怎样推翻文明自我毁灭论呢 就是是不是因为过度发展 而造成这个这样的 復活节道的文明毁灭呢 为什么它现在这么实牙 实似乎没有呢 原来就是这样的 在这些基因层面那里 如果中间曾经经历一代 是出现过饥荒 或者是大量地去死亡 或者是人口大量减少 然后它的基因多样性 突然之间是大大被减少 就是人口少了 你的基因多样性就会少了 甚至乎说的难听些 就是那个年 比较近亲繁殖的机会也都会多了 这些这样的东西 是会留下一个痕跡 在那个基因那里 就是譬如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上一代几代是有什么血统的人 我们现在是可以搞得很清楚的 其实我发觉呢 就是以我们这些南方人很容易呢 你数五六代前 不小心又混了一些 不是中国的基因在那里 佔的份量可能很少而已 OK 现在可以考证到就是说 我们是几代之前曾经见过 那一代人是有饥荒出现过 人口曾经大量减少过 那这个这样的Benchmark 其中成为了这个现代基因考古 很重要的一个学问 怎样由基因资讯那里 知道你上一代或者几代 有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滅绝的饥荒 和那个基因多样性减少呢 可以考证到 现在就发觉一下 在今时今日 找回復活节岛附近的人来去看 根本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就是那里不是说 由今时我们知道 有些人去过祖先曾经生活过的了 但是他们的基因那里 没有留任何证据告诉你 他们曾经是出现过很强的资源争夺 或者大规模的人口减少 所以就会说接着下来 那帮人类学家 考古学家 怎样将这个故事去补完呢? 会不会其实就是没有出现过饥荒 没有出现过人口大量减少 不过大家大量遷都搬走了 大家继继续去另一个地方 就继续搵食就放弃这个地方 会不会是这样呢? 但是我会这么说 其中一个我们在历史 或者甚至考古学里面 好像很坚信不疑的 这一个这样的说法 突然之间你发觉 用一个这样的基因的论证 就已经几乎都推翻了 是啊 基因的考古学 可以一铺修了这些 这些谋论的皮 不过仍然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是解答不了的 就是为什麽那里的人 不会起这些石像 是 是 那这个是一个迷来的 但是可能将来我们有方法 方法可以解答到这个疑问 是啊 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星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神秘的东西第一节 神秘的东西第一节 2022神秘的东西 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会和大家说些什麽呢 就是那一宗 在飞机上发生的古怪事 嗯? 话说 在几个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国的内陆机 突然间有个女人 站起身出来 大炒大賴 说要下机 到底是发生什麽事呢? 这个女人就说 坐在他旁边的人 就不是人类 大家不下机 乘机人都会死 有很多网民在这里说 其实那女人 其实可能是没有说大话的 就是说 坐在他旁边的人 是一个叫Shakeshifter 的东西 那... 戟图你怎样看呢? 这东西呢 其实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们向神秘的东西 都有提过的鹅兽 什麽是鹅兽呢? 鹅兽就是 可以变成人形的神兽之一 为什麽今天神秘的夜 会讲这个题材呢? 其实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话 就会不会 我们身边的人 其实未必是那个人来的呢? 其实是Shakeshifter 去模拟那个样子的人呢? 但换句话来说 可能有一天观众在看的 就并不是我和阿几涛在做节目 而有两个人扮演我们 在做节目 但如果是这样 就很糟糕了 那有机会呢 那些人呢 就去追着假的节目 就不记得 你就追我们的节目了 那关键是 如果那些观众 看完之后 在YouTube上面 他们订回一个订阅键 那问题就解决了呢? 没错了 其实我和阿几涛 就真的没有夹过 但正正呢 就是我想讲的东西了 其实呢 就有人扮演我们两个呢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呢 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们的节目的观众呢 就记得 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钟仔 就按一下 那我们有新的节目 就会有通知的了 那好了 今天神秘的东西就是这样 之后呢 就有神秘之东西了 并不是真的我和台长 不是 我和台长 所以我和阿几涛 我和阿几涛这次 sorry